老将联波 战国四大名相之一 是赵国的高级军事干部 那会儿的齐国快头大 得谁都想欺负欺负 结果惹毛了大伙 搞得大家联起手来 给他一顿胖揍 联波在胖揍齐国的过程当中 表现得很突出 于是被赵惠文王封了个上清 接下来的联波 除了和令相如 传出了将相和的绯闻 也开始征战四方 你看好家 我要去打仗了 是 先是把齐国一顿胖揍 后来又把卫国一顿胖揍 听说你很嚣张耶 你是真气儿啊 然后又把前来找事的秦国给发了 后来因为上党问题 秦赵两国在长平刚了起来 因为秦军强大 所以联波采取了 以义代劳的防守打法 结果这一手就是三年 当庞大的战争机器一运作 后勤相当重要 而战国时期的后勤呢 主要是粮食 军队只要饿一天 这战斗力就得减半 秦国呢 因为经历过商鞅变法 粮草冲突 反观赵卓 平时管个温饱还行 可这样一刚刚三年 那树皮都看完了 赵国也是没办法 于是让赵阔去顶替连坡 赵阔刚一入职 便率军主动出击 结果被白喜事先分割后包围 但就是这种不利情况下 赵阔转弓为首 硬是坚持了46天 最终的结局是 赵国40万人全军覆没 秦国也折死了30多万 趁你病要你命 仅第二年 秦国便集结重兵攻打凡南城 但是却死活破不了连坡的防 最终赵国与魏楚联军合力 将秦国击退 这还没完 见赵国元气大伤 落井下石的来了 燕国从赵国背后 来了一刀 你是真气儿啊 然后又被连坡一顿烫揍 后来连坡率军攻打魏国 可就是这时候 郭开开始左摇 哈喽 我又出现了 连坡在前头打仗 创业绩 他在后头逼逼赖赖 结果赵道乡王下令 派人顶替连坡的工作 作为业务骨干却被架空 连坡一气之下 转投敌对公司魏国 直到几年后 赵道乡王被别人给打疼了 快去请连坡将军 于是便派使者去请连坡 可这使者却被锅开个拦下了 回来你就说 连坡已经软了 支付宝到赵 八十八点八八元 使者拿人嘴短 回来之后告诉赵王 老将军身体背棒 吃麻麻香 就是闹肚子 哎 这体制怎么打仗呢 散了散了 后来连坡又被请到了楚国 却日夜思念着赵国 最后在楚国郁郁而终